这里是艺术之都巴黎 19世纪 巴黎市民开始歌颂自由 而有一位画家 用明亮的色彩与轻巧的笔触 将人们画得活灵活现 周末的午后 阳光从树梢倾泻而下 舞厅播放着优美的音乐 仿佛还听得到人们的喧闹声与笑声 秀丽的红色长发 明亮有神的双眸 这位楚楚动人的少女 让她的美丽 观者赏心悦目 此外 一个裸女从柔和的光线中浮现出来 皮肤透亮 这些画作给观者带来了幸福的感觉 就如同生命的礼赞 他们的作者是皮埃尔 奥古斯特雷诺阿 人们把这位绘画大师称为幸福的画家 他留下的作品有六千件 绘画要令观者感到幸福 他就是秉持着这个信念 不断地创作出充满喜悦的画作 巴黎孕育了雷诺阿 使她的才华尽情绽放 当时整座城市正逐步地走向现代化 雷诺阿通过她的画作 生动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活力 那个时期 在塞纳河划船游玩 是一项很流行的活动 雷诺阿使用明亮而有节奏的笔触 表现出波光淋淋的水面 整块画布上四处可见明媚的阳光 我们可以看到远方有冒着烟前进的蒸汽火车 当时随着铁路的逐渐普及 巴黎市民常常到郊外去 在大自然里度过一个悠闲快乐的假期 雷诺阿也处于这个快乐的时代 她为人正直 也喜欢开玩笑 是一个乐天派 因此她受到众人的喜爱 身边总有许多朋友 这是位于巴黎近郊的夏都岛 这栋建筑位于塞纳河沙洲上 是一家餐厅 当时挤满了来这里享受划船乐趣的游客 那幅杰作就是在这家餐厅的露台诞生的 人们吃完了午餐 正在快乐地聊天 这些人都是雷诺阿的朋友 他们的目光彼此交汇 展现了伙伴之间亲密的关系 男男女女享受着河面上吹来的舒服的微风 抱着狗的这位女士是阿丽娜沙丽哥 后来她成为了雷诺阿的妻子 他们俩都非常喜欢这家餐厅 常常来这里约会 这件作品传递出了巴黎的华丽氛围 这里是很有名的艺术家之城 蒙马特 当时有许多平民居住在这里 包括年轻的劳工和学生 而雷诺阿把在这里上演的一些青春故事 画进了自己的作品里 两位戴着黄色帽子的男青年 是不是正在邀请荡秋千的少女去约会呢 就算是今天也能见到这样的场景 而这个年幼的小女孩 只是呆呆地看着前面沉默不语 雷诺阿用四散的蓝色和紫色的影子 表现出阳光照耀下 仿佛正在摇晃的树枝 出下耀眼的阳光 令这样的青春故事更加地栩栩如生 说到当时的约会圣地 就是热闹的舞厅 这幅画中的这家店叫做风车小屋 它位于蒙马特 这里播放着轻快的音乐 人们彼此相拥 翩翩起舞 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这里 据说雷诺阿为了绘制这幅画 特地在风车小屋的附近 租了一间画室 它连续好几个星期 搬着宽约两米的大画布 造访这个地方 这个社交空间看起来很优雅 其实充满了暧昧 男女之间会突然出现一些亲密的动作 但是在雷诺阿的巧妙修饰下 并没有太露骨 在过去 从来没有一个画家 将百姓的生活风貌画成这么巨大的作品 时至今日 蒙马特的风车小屋依然经营着 它最显著的特征风车 保留了当时的原貌 但舞厅早已消失了 变成了一家时髦的餐馆 除了描绘巴黎的生活之外 雷诺阿还买手创作另一个主题的画作 这是巴黎当地的女孩 对雷诺阿来说 她们是繁华的巴黎的象征 这名蒙马特少女叫做马洛可 她是雷诺阿很喜欢的模特之一 马洛可是个三心二意的女孩子 她有时候会爽约 即便如此 雷诺阿还是被她开朗的个性所吸引 并且以她为模特 画了十几件作品 她大约二十岁 输液反射的光线 照在了她细嫩的肌肤上 这是一位随处可见的普通女孩 但在雷诺阿的笔下 她竟然散发出了别具魅力的光彩 这是安琪尔 她是个十八岁的活泼女孩 喜欢夜游 因为睡眠不足 她在摆姿势的时候睡着了 雷诺阿没有唤醒她 就这样直接画了下来 安琪尔爱慕如此温柔体贴的画家 她结婚之后还是会来拜访雷诺阿 雷诺阿的画中洋溢着幸福感 那是因为她与旁人心灵相通 与人亲近 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是女演员珍妮沙玛丽 她的华丽服是一笔一笔精细地描绘出来的 她的家就在雷诺阿的画室附近 他们的感情非常好 经常往来于彼此的家中 这样的交情维持了将近三年 雷诺阿被沙玛丽的美貌所吸引 画了好几幅她的肖像画 而沙玛丽也对雷诺阿非常尊敬 不过后来沙玛丽发现 他们俩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关系 于是她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雷诺阿是这样一个人 她用她的画笔 和她所画的所有女性结婚了 雷诺阿在巴黎的街角 度过了她的少年时代 卢浮宫美术馆就在前面不远处 1841年 雷诺阿出生于法国中部 她在三岁的时候就来到了巴黎 有个人发现 年幼的雷诺阿 有一种出类拔萃的才华 她就是因创作了不朽的歌剧 福士德而闻名的作曲家 古诺 雷诺阿曾是古诺指导的 教堂唱师班的成员之一 雷诺阿非常擅长唱美声 古诺劝她应该当一名歌剧演员 可是家人并不同意 他们希望她脚踏实地的工作 所以雷诺阿在13岁的时候就到瓷器绘画工房工作 她在这个时候就展现出了非凡的绘画技艺 人们甚至叫她小卢本斯 无邪喷泉是巴黎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有一天 雷诺阿趁着工作的休息时间来到这里 看到了一件对她影响很大的作品 她就是16世纪的雕塑家 让古诺创作的仙女浮雕 我的内心为什么如此激昂 雷诺阿被这尊优美的女性雕像深深吸引 后来她用一生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雷诺阿对前人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开始经常到卢浮宫美术馆走动 这里有一幅画深深地吸引了雷诺阿 她就是18世纪洛可可时代的画家 布歇的名作《玉后的迪安娜》 这幅画描绘了狩猎女神迪安娜 和仙女们沐浴的场景 雷诺阿被女性的肉体之美所打动 曾多次临摹这幅画 对雷诺阿而言 女性可谓是上帝最美丽的创造 女性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终极的美 那个时候发生了工业革命 社会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雷诺阿本来在瓷器上作画 后来这份工作被机器取代 她失业了 不过这也是一个转机 她促使雷诺阿走上了画家之路 雷诺阿下定决心走上绘画这条路 她用工作存下来的钱 开始学习美术 此时就如同命中注定一样 她认识了那些 在不久之后为画坛带来革新的伙伴 她们就是莫奈 西斯莱 巴奇耶等印象派画家 她们连续几天待在室内的咖啡馆里 为艺术展开争辩 可是雷诺阿对这样的争辩 并不是很感兴趣 希望令人得到快乐 对她来说 这个理由足以让她投身绘画事业 这同时也是拥有职业精神的她 所秉持的信念 她抱着这种观念 也学会了印象派的手法 创作出了一幅名画 她就是这幅被称为印象派维纳斯的裸女图 印象派的画家们 总是把如何捕捉到生动的自然光线 当成创作的主题 并将其描绘出来 雷诺阿用白色表现光线 用蓝色与紫色表现阴影 描绘出光线透过树枝 投射在少女的裸体上 她用这些颜色来描绘人类的肌肤 这种手法在当时太过于新潮 评论家们甚至狠毒地将它批评为 腐烂的尸体 但是雷诺阿还是根据自己的观念 继续作画 印象派的画家们 通常都把大自然当成作品的主题 但是雷诺阿追寻着不同的主题 她想要画的是人 这幅画的场景是剧场的观众席 当时观赏戏剧是一种全新的娱乐活动 刚刚渗透进市民的生活 雷诺阿不愧是出生在一个裁缝之家 她对服装的描绘功力很深 印象派的画家们 一般都不喜欢在画布上使用黑色 但是雷诺阿却把它称为色彩女王 对其有效地加以运用 当时的印象派画家们 毫无施展空间 他们为了寻求买家 总是将画送到拍卖行 而雷诺阿却十分幸运 这个时候她已经拥有了赞助人 其中一位就是出版社的社长 沙尔庞杰 这幅画里的人物是她的家人 这是一间豪华的屋子 装饰着日本风格的美术品 沙尔庞杰的夫人会在这里举办沙龙 一些文学家和政治家等名人 常常聚集在此 雷诺阿却就在这里拓展了她在社交圈的人脉 这是两个可爱的孩子 右边的孩子其实是个男孩 当时似乎流行把男孩打扮成这个模样 这幅画构图稳定 色彩鲜艳 因此颇受好评 她还入选了政府主办的美术展 也成为了雷诺阿的成名作 她还在沙龙里认识了作家莫伯桑 雷诺阿是这样形容她的 在莫伯桑的眼中 一切都是黑色的 另一方面 莫伯桑这样形容雷诺阿 在雷诺阿的眼中 一切都是玫瑰色的 雷诺阿在她的作品中 从来都不描绘悲伤 随着她的名声在上流社会传开 她接到了许多儿童肖像化的订单 儿童象征着幸福 雷诺阿 雷诺阿擅长将她们身上的可爱之处凸显出来 这方面没人比得过她 雷诺阿尤其喜欢绘制清纯的少女 这幅画可谓是杰作中的杰作 这是八岁的伊林 她的父亲是个银行家 她的头发有点卷 白嫩的肌肤像是透明的 雷诺阿用行云流水般的温柔笔触 画下了她 她将她的肌肤 画得犹如瓷器般透明 这是运用了她在瓷器绘画工坊 磨练出来的记忆 这是乐刚小姐八岁时的肖像画 她穿着黑白配色的杜兜裙 看起来有点成熟 她脖子上还有头发上的蓝色蝴蝶结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雷诺阿总是用温柔的话语引导孩子们 让他们露出自然的表情 这是诗人卡杜尔·孟黛斯的女儿们 她和雷诺阿也有往来 孩子们没办法保持不动 这对画家来说是很麻烦的 雷诺阿依靠她快速的笔法 克服了这个难题 她生动地画下了他们最自然的模样 钢琴有时候会出现在雷诺阿的作品里 它是用来象征家庭幸福的小道具 雷诺阿逐渐开始走红 虽然也有画家对她冷眼相看 但是她却毫不在乎 她依然为自己画作的畅销感到高兴 因为对一位职业画家而言 能让人觉得幸福这是最荣耀的事 绘画应该是快乐的 明亮的 让人赏心悦目 雷诺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个信念 或许这体现了她的博爱 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幸福 这是雷诺阿位于诺曼底地区的豪宅 雷诺阿在这栋别墅里度过了许多个夏天 这栋别墅的主人是外交官贝尔纳 他也是雷诺阿的赞助人 在餐厅里我们可以看到雷诺阿直接画在墙壁上的装饰画 其实她很少绘制装饰画 墙壁上所画的是秋天和夏天打猎的收获 秋天的收获有兔子 稚鸡 玉 夏天的收获有野兔 蜘蛊 鞍蠢 只要有人提出要求 在墙上作画对雷诺阿来说并不困难 我们可以从这些画中看出 她天生就喜欢制造快乐 这是雷诺阿43岁的时候 在这栋别墅里画下的贝尔纳的三个女儿 当时正值夏天 这幅画的笔触和她以往的那些画作有着很大的差异 整幅画都散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坚硬气息 原因就在于轮廓的线条非常明显 这幅画以冷色系为基调 而她之前的画作色彩都非常活泼明亮 雷诺阿为什么改变了她的画风呢 原因就在她想要画的题材之中 印象派的手法就是令轮廓变得模糊 从而画出华丽的色彩 可是为了描绘自己喜欢的人物 把人物作为主题就必须要凸显轮廓 难道不是吗 雷诺阿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她开始陷入苦恼 如果我走到印象主义的尽头 不要说华丽的颜色 就连线条也都画不出来 于是雷诺阿踏上了全新的旅程 她来到了文艺复兴的国度 意大利 这是佛罗伦萨的碧提宫美术馆 里面收藏了美帝奇家族的瑰宝 这里有一件作品紧紧地抓住了雷诺阿的心 这是拉斐尔的杰作《以中圣母》 这幅画以优美的笔触 描练了圣母玛利亚与年幼的耶稣基督 以及施席者约翰 雷诺阿亲眼见到这幅历史性的名画之后 为大师非凡的绘画功力所倾倒 画中简单的线条与稳定的构图 让她得到了启示 她找到了她一直寻求的答案 雷诺阿受到了这种古典画作的影响 开始与印象派保持距离 并开始尝试各种新的表现手法 这是以当时刚开始普及的雨伞为主题的名作 名字就叫做《伞》 这件作品有点特别 首先 请看画面右边的这对母女 这是一个孩子和她的母亲 雷诺阿用印象派特有的柔软笔触 绘制了他们 然而在同一幅画中 也有用不同的笔触所画的人物 其实 这幅画是分两次创作的 其间相隔了数年 左边的女性是雷诺阿 从意大利旅行回来之后所画的 她受到了拉斐尔的影响 用清晰的线条画出了人物的轮廓 这幅画混合了两种不同的画风 表现出了雷诺阿心中的矛盾 这幅画也是她从意大利回国之后所画的 从中也可以看到画风的转变 这件蚕丝礼服也是用清晰的线条绘制的 人物的轮廓也清晰可见 这名跳着华尔兹的女子是苏珊瓦拉东 她也是雷诺阿爱用的模特之一 顺便说一下 她的儿子是巴黎著名的风景画画家 莫里斯·尤特里罗 关于莫里斯的生父是谁 众说纷纭 也有人说 莫里斯的生父就是雷诺阿 这是以相同主题画下的系列作品之一 这幅画中展现的 是比较平民化的舞蹈 这名跳舞的女子穿着棉质的礼服 和刚才那幅画中的女子形成了对比 在这幅画中 雷诺阿依然用清晰的笔触画出了人物的轮廓 画中的模特是阿丽娜 她后来成为了雷诺阿的妻子 和这幅画给人的感觉一样 她是一位淳朴 没有架子的女性 雷诺阿从意大利旅行回来六年之后 发表了一幅颇具实验性的画作 她在这幅画中描绘了几个裸女 似乎想要和拉斐尔一较高下 淡雅的色彩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雕塑 人物的轮廓也很清晰 雷诺阿曾经多次修改这些女子的姿态 她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完成这幅画 然而与雷诺阿过去的作品相比 这幅画显得有点生硬 不太流畅 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好评 不过她的努力为她晚年创作全新的作品 开辟了一条道路 为了摸索新的画风 雷诺阿陷入了迷茫 另一方面 人们开始注意到她的画作的价值 在国外 也有人开始介绍雷诺阿的作品 她那富有明亮风格的画作 在美国受到了特别热烈的反响 最终连法国政府也对她下订单 请她作画 弹钢琴的少女 这是法国政府的一名长官 亲自向雷诺阿订购的作品 色调稳定而又温暖 比出优美而又柔和 连人物的质感都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这幅画秉承了她以前的风格 同时她又运用了从古典画作中 辛苦学来的技巧 于是她全新的作品就此诞生了 她以同样的主题 画了六幅不同版本的画 其中只有这一幅被买下了 雷诺阿终于从错综复杂的小镜中走了出来 后来她不再迷茫 并逐渐确立了她大师级的地位 随着年龄的增长 雷诺阿找到了一个新的有关幸福的主题 那就是家人 她在法国南部继续创作 这里是法国南部首屈一指的度假圣地 卡涅村 它位于嘎那与尼斯之间 到了晚年 雷诺阿搬到了这个温暖的地方生活 村子里的市场内有许多新鲜的海产 他们都是从这里的港口捞上岸的 雷诺阿最喜欢吃这里捕捞到的沙丁鱼 位于山丘上的扣雷特庄园俯瞰着地中海 雷诺阿在这里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房子前面有一尊维纳斯雕像 它是雷诺阿在一名年轻雕塑家的协助下制作成的 雷诺阿一生总共创作了15尊雕像 这是扣雷特庄园里的庭园 橄榄树生长得十分繁茂 雷诺阿非常喜欢从这里 眺望卡涅村的街景 就在这个地方 雷诺阿绘制了一幅风景画 画中的景象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这棵橄榄树的树林已经有几百年了 雷诺阿就是被他们凛然的模样所吸引 从而选择了这片土地 现在扣雷特庄园已经变成了雷诺阿博物馆 这里还保留着他当时用过的物品 挂在墙上的画作也都是真迹 雷诺阿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此处创作的 当时他的生活很安稳 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出于兴趣而创作的 这是雷诺阿以在古代神殿建筑里看到的装饰为题材 所画的裸女图 雷诺阿的一位年轻画家朋友 给他画了一幅晚年时的全家福 对雷诺阿而言 他与妻子阿丽娜生下的三个孩子 是一种全新的生命喜悦 他非常疼爱她的孩子 雷诺阿也留下了许多作品 描绘了他与家人度过的安稳而幸福的生活 这是加百列 他正在和雷诺阿的二儿子让玩玩具 加百列是阿丽娜的亲戚 当时他十六岁 他会担任模特或助手 协助雷诺阿进行创作 画中的让就是不久后 被称为法国电影之父的导演 让雷诺阿 后来他和他父亲的一位模特结了婚 拍摄了一部 以他妻子为女主角的电影 这是备受宠爱的三儿子克劳德 昵称可可 他后来成为了一名陶艺家 虽然发型看起来很像女孩 但他可是百分百的男孩 这是八岁的克劳德 他穿着小丑的服装 明亮而温暖的红色 令人印象深刻 据说克劳德觉得这双白袜子 穿起来很痒 他一直为这件事犯嘀咕 但他还是忍了下来 雷诺阿为了奖励他 就把汽车玩具和话剧箱 送给了他 他当时穿的那件衣服 现在还留在雷诺阿博物馆里 这是雷诺阿的工作室 至今保留着他工作时的情景 虽然到了晚年 雷诺阿不得不坐在轮椅上 但是他的创作欲 却丝毫没有减退 当时他所热衷的 是他敬爱的大师们 也画过的裸女图 卢本斯笔下的裸女 有着丰满的肉体 与华丽的色彩 这是雷诺阿非常敬爱的画家 布歇所画的甜美的裸女 他从以古典为范本的 安格尔的画中 学会了如何使构图变得协调 到了晚年 雷诺阿运用自己 从著名大师的作品里 学到的各种技巧 投身于裸女图的创作 他竭尽所能 力图超越那些大师 这名闭着眼睛的女子 摆出了一个陶醉的姿势 如果没有乳房这个东西的话 我想我就绝对不会再画人物了 对雷诺阿而言 裸女是丰收的女神 也是生命的象征 雷诺阿的身体日渐消瘦 而她笔下的女性 却越来越丰满 她仿佛是要把她生命中 最后的时光 全都倾注在绘制裸女上 雷诺阿从来没有一天停止作画 然而在1919年 她终于放下了画笔 她这78年的人生 就像法国南部的日照一样 用温暖的阳光 一直照耀着整个世界 这幅玉女成了她的遗作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让她得到了灵感 因此她才创作了这幅画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她从军的两个孩子受了重伤 甚至连她最心爱的妻子 阿丽娜都撒手人寰 离开了她 雷诺阿强忍着伤悲 并且化悲痛为力量 她使劲浑身解数 完成了这件高1.1米 宽1.6米的大作 在这幅画中 她使用了以往作品中 所见不到的深奥丰富的色彩 描绘了一个 犹如乐园般的和平世界 在这幅画中 雷诺阿绘制了 鞋椅着的丰满的裸女 她们显得很放松 借此表现出生命的尊严 并且高唱伟大的生命之歌 据说雷诺阿在去世的那天早上 画完院子里的花之后 似乎感悟到了什么 她说了这句话 我总算开始知道 自己明白了些什么 通过描绘无可取代的 生命的光芒 创作出令人感到幸福的画作 或许她最后找到的 就是这个真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